Hello,大家好,我是吉弦 您看这替月山,我媳妇新给买的 怎么着呢,昨天9月10号 不知道您看新闻了没有 有两款跨时代的高科技产品 同时全球发布 一个就是来自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苹果公司的iPhone16系列 以及这个16 Pro, Pro Max,还有它的新的手表 那么另外一款就特别值得说一说了 就是这个伟大的 不是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科技自主知识产权 什么遥遥领先的品牌 就是华为 华为同时发布了华为Mate XT 三折叠屏手机 打住啊,宁可千万别先入为主的 就以为我这个又要怎么批评他 不敢不敢 那家伙,我录这视频可紧张了 那谁,华为啊,共和国长子长孙 不敢乱批评啊 但是呢,也不知道是有些人啊 就现在就是那些个夸这个苹果的人 不知道他们是因为夸了苹果呢 被批判为反贼了 还是呢,他们本身就是立场决定的这个这个视角 就是他们是反贼 所以他们必须要夸苹果 我呢,今儿这视频我还是想稍微空正一点的 咱们把这两款产品放这儿 品评一下,比较一下 当然真机呢,我是没拿着啊 我估计你也没拿着,对吧 但是参数和视频呢,这会儿都露出来了 对吧 所以咱们就看这个已有的露出来的信息 咱们做一下这个品评分析 首先呢,咱就真得先夸一下这个华为这款三连屏的手机 你看,全自主,全球首款可以量产的三连屏的这个屏幕啊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的这个这个铰链系统 对吧 就这么一款手机 你说定价,起价是一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对吧 就两万块钱 封底好像是三万块钱 就这个定价 那就完全体现这个华为的一贯的优点 就是人家从来不坑这个穷人啊 爱国呢,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这点做的特别好 哎,你我打住啊 我可没反讽人家 您听我给您细讲讲 首先啊,从这个工业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做这个铰链 你就说从零部件上来说 本身就比做这个纸板屏 呃,成本确实高了很多 并且呢,这么多复杂的机械结构在里边 它的易用性和耐用性 确实就和那个没有 是没得可比的 你比如说那苹果的这个纸板屏啊 这么多年用下来 里边的结构 打开屏幕就是主板和电池躺在那 没有任何的这种可移动的机械结构 所以呢,从这个故障率来说 哎,你说苹果的质量好 这个华为的这个质量次 我觉得咱给它说句公道话啊 呃,能把这个铰链的这种结构 设计都这么精细的 这个需要很高的轻工业的加工和设计水平 那么华为呢,虽然在这块故障率相对高 那其实也是做的挺不错的了 啊,但是这块我唯一的对它不理解的就是 这玩意为什么非得去折叠一下 那咱不管啊 就是咱说能折叠的话 人家这个折叠的真的就就挺不错的了 好,然后呢,咱们再说这个机器的厚度啊 最薄的地方仅三毫米厚 哎,三毫米这么大一个屏幕 你你琢磨这个机械强度是吧 那那你肯定不能这么去评价 那个你要尊重物理常识啊 就是你你拿这么一块钢板来 是吧,你这个日久的经常用 你弄弯了什么的 啊,当然你这不能去这么去品评的 至于它为什么做这么薄 以及呢,这一个手机为什么要三折叠屏 呃,除了它这个确实体现 华为在轻工业领域 呃,精细工业加工制造 这块的一些个呃,过人之处以外 我实在是找不出什么理由 它非得把那个手机做成这个德行 好,另外咱们再梳理几个特性啊 说华为的这款手机电池续航 哎,就这么薄的机身三个多毫米 人家用的是据说是1.9毫米的这种 高科技的这种这种电池材料 确实这个电池材料呢,哎,挺狠 啊,然后单纯只看电池容量 5000多毫安时 比这个最新的iPhone16 Pro 还高1000毫安时 哎,所以呢 呃,它就是高了1000多毫安时 那个千万别衡量这个待机什么的 因为客观的说 这台这台机器上什么最耗电呀 一个是处理器,一个是屏幕 对吧,那这处理器呢 呃 咱们用的是7纳米的这个工艺 对吧,7纳米制成,这个从物理的本身的这个性质来说 这就是得比那个费电 哎,那么说这个手机上呢 你电池容量确实是大了 但是你电池是为了续航的吗 续航,那我们就要看手机上什么是最主要费电的部件 对吧,那其实就这么两个东西 一个是处理器,一个是屏幕 那您这三连屏,屏幕比人大那么多 对吧 你看正常一般的这个 呃,怎么说呢 一般的平板级的 屏幕尺寸能够到10寸的 都得配什么样的电池能扛得住这续航 对吧 所以如果你拿这个手机 这么点的小电池配 去扛那么大屏幕的续航 那我觉得待机时间就是客观的 呃,实测的这个时间短 你们千万别喷 这是符合物理的规律的 另外呢,就是处理器 对吧,你不管是看电影还是什么 虽然你算法上可以优化 但你怎么样也 也无法跳出这个物理的 这个制程的这个这个框定 那么7纳米制程的呢 它就是跟那个2纳米3纳米的 这种处理器 它没有可比性 它不是说差了百分之多少 那个如果说它的运算量 啊,它的运算是等量的话 那么它的功耗 那是乘几何倍数放大的 哎,当然这个运算呢 这个比较复杂 因为华为人家价格也没有强调 它的这个整个的AI这块的特性 对吧 所以人家强调的是什么呢 确实是符合了 呃,华为啊 中国特色的这种 这种设计 哎,那么你这样再去看 华为的这款产品呢 咱们客观的描述它啊 呃,收您3万 那是一点都不贵 哎,这个 你别看他收了3万 他挣的钱的利润率 未必有苹果高 哎,就是您花了3万的 人家还没怎么挣钱 这就是爱国的这个成本和代价 哎,这个 你也一定要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 因为爱国是 爱爱国是用高尚的情怀 这是无价的 哎,那么好 我,我哥们 我这真的算是 绞尽脑汁夸的了 我一点没批评的 另外呢 我们再分析一下 为什么它的产品定位 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 就是从这个工业设计来说 哎,我也是学美术出身的啊 咱就聊聊这个设计 你可以避典这么想 说下一代 奥迪牌的汽车 你大概去想 那前车脸 就还是奥迪那样 宝马的车 对吧 双肾结构 哎,你再怎么换 再怎么SUV的车型 那个车鼻子一看 这就是宝马 你把那标抠了 你只要那鼻子还在 它也是宝马 那么你再看 苹果 这就是咱们一直批评它的 你说这苹果 从我现在用的是12pro啊 从12pro到16pro 跨了5年 哎,这外观设计 丝毫没变 也不能说丝毫没变 就是所有的外观设计语言 是完全没变的 也就是你 一眼就能从手机堆里认出来 这就是苹果 你可能分不出 这是第几代的了 但是华为在这点 就完全不一样 哎,我特意查了一下 华为往前翻的几代的设计 那从设计语言来说呀 你几乎是没法说一眼啊 这个就是华为 所以你就会感觉到 哎,这个华为这个手机 每一个 每一代 它都不太一样 变识度非常高 也就是在人群中 你要敢用华为这款手机 那哥老远就看见 这一看就是华为 刚买的 这哥们至少趁三万 买这手机 对吧 从这个真正的设计语言上来说呢 这等于就是 客观的讲 设计上就没有任何传承 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品牌定位 我这么 咱们也不批评它 我直接这么分析 你看说的合不合理 它的设计 其实呢 相对于强调的是外观不同 那么如果它的定位是这一点来说 它确实是实现了它的设计 但是呢 强调外观差异 是否是在国际上来说 比较好的一种设计方式 这基本上就不是 因为整个这开手机呢 它并不是说 我只要拿出来这个功能差异 我这就算一个比较好的 跨时代的设计 好 那么我们就谈 华为的这次三联屏的 这个真正的主创新设计 也就是它的屏幕 这种屏幕折叠的方式 对吧 那这个就 怎么说 让人第一感觉 就想到了 十多年前 诺基亚那时代 那时候咱弄了什么 按键的 触屏的 滑盖的 翻盖的 无非就是这屏幕和这盖 来回来去折腾 那么在那时候呢 就通讯上面和软件上面 其实是没有什么使用体验的 创新的 而反而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不同 对吧 每一款手机用起来感受都不一样 你要说在早期年代 就是我们一直在探索 不知道哪一款手机可能 更适合人们的使用习惯 那么你去探索不同的可能性 这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作为华为的这么一个 他不应该把它列为一个新的品牌了 对吧 你至少有个十多年的历史成绩 那我觉得十多年了 你应该有自己的这个调性和这个定位 那么作为这个定位来说呢 要创新 要改 这也就是外孩看 看苹果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其实呢 真正一直用下了苹果的用户呢 我们感受到的 就是苹果这个变呢 咱也不能说怎么夸它 它有跨时代的 确实AI从无到有的一个大的变化 也有像这几代呢 你们看起来比较平庸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呢 在苹果这块呢 我认为是完全符合苹果的整个的品牌规划 和它的这个设计发展路径 那么你们看这个苹果的这个产品 它在做这几年的版本迭代更新 在做什么 在强调人工智能 对吧 而它的人工智能呢 就是给你感觉呢 并不是说特别做作 就是为了人工智能 而人工智能 就是很多你常用的功能 像这次主要的更新 就把它的这个很多AI的功能呢 放到它的摄像机里面了 这个camera里面 在这里边呢 实现这个人工智能 它是需要很高的算力的 很高的算力呢 那就意味着它需要更大的CPU 更快的CPU 以及呢 对应的功耗的开销 更大的电池 那么CPU的升级 就是如果你想实现这样的结果 那么就必然需要这样的处理能力 那么需要这样的处理能力呢 你就需要一个更高级的CPU 那么更高级CPU带来更大的功耗 你就需要升级CPU的工艺 来降低它的这个这个功耗 提高它的能耗比 那么等等 你会看到一个就是 怎么说呢 很make sense 很恰当的这么一个版本升级 这个版本升级给你感觉 就是说不会是 这个有一个新功能 我不会用 或者说一个很突兀的东西 而是感觉一切都是你熟悉的 熟悉到什么 什么感觉呢 就是好像好像它没创新一样 但是呢 就是你所有习惯的功能 它会变得更好使了 这个确实是苹果一贯的升级风格 这个在我们就是说 长期做软件工程学里边是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软件呢 我们设计版本升级 最大的忌讳就是重新教育用户 这重新教育用户呢 就以至于什么 每一个按钮在什么位置 它可以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 对用户的习惯性的培养 产生肌肉记忆 就我直接一 臂眼睛一摸 这个功能就在这 这个功能在哪 我会很习惯性的把它调出来来使用 而你想啊 如果是以这个为前提 你改换了这个 每一次升级都改换 这个用户的体验 我们先不说华为啊 那玩意不敢批评 咱就说这个 同样是美帝国主义的这个微软 它和苹果最大的这个致命伤 就在于 在于每次版本升级的时候 大的版本升级的时候所改变的那些用户使用习惯 这个才是真正扼杀它发展的一个大的败笔 每次升级丢一批用户 好 如果你认同这个理念 你再回头看华为这个 就是它每一代的产品 你这个好像不是升级 是完全就是换了一个东西 以至于呢 这种三折叠屏的手机 是否符合人类使用手机的习惯 这个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做的这个调研啊 这个东西并不像说19世纪啊 人们习惯了马车 突然换了汽车 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如果我们以马车到汽车 这个改变用户行为习惯 确实是对的 但是呢 这个改变是带来了一个 划时代的一个不同的意义 对吧 因为你从从矗力改成这个这个内燃机了 那这本身它的生产力革新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生产力革新不一样的一个前出发点 就是说人们对于出行的便利 对于速度性能是有追求的 哎 那么这一点呢 是完全满足了需求 在这个满足了需求 甚至超额满足了需求的情况下 你这样去改变人们的使用习惯 这是完全成立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手机啊 说这个屏幕咔咔折成三块了 呃 它满足了我什么需求 呃 满足了我装逼这个需求 那那这点是超额完成了 对吧 我只要拿出这个便时度非常高 而且一下就能知道 我是特别爱国且有钱的 那如果这个是你对于手机的核心的定位 哎 那么才所有的设计才成真正的这个成立 好 那么在这点上我们就可以说呢 这个华为呢 确实和苹果啊 这两家公司 在于对自己的用户理解和定位上 确实存在的本质的不同 那另外我只能从工程设计的这个角度上 我来理解华为呢 就是说 它确实是有不可否认的这个轻工业加工的这种制造能力 因为做做把屏幕做成那个样 虽然呢 虽然呢 那屏幕折完了会有折痕 虽然呢 柔性屏可以那么折 折着用 机械呢 也是会老化的 毕竟你有这个机械零件 那么 它每一代的产品的创新吧 包括之前我们会看到那种曲面屏啊 就是还不能折叠的时候 那种弯曲的曲面屏 也被揉到这个华为的这个产品线里面来 所以给我感觉的就是它整个的产品线都在强调它的工业制造加工能力 那这点确实也无可厚非 确实做的还不错 但是它作为整个这个产品这个体验上来说吧 我觉得我是没看透它想干什么 好 那么我们再从一个成全的角度 我跟你聊聊这事啊 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要想买 我自己用一个手机 就这屏幕啊 你最好是乖乖的这个中规中矩的这种这种屏幕 就16比9的啊 这大概其实这个长款比例的屏幕 为什么 所有的内容 我指的内容呢 你你无非是用软件看视频 对吧 这个视频和软件都是按照这样的屏幕比例 适配为主的 差一点呢 差点边 这倒无所谓能忍 但是你看啊 我最难也接受就是这个 人家这华为这手机呢 能够两折叠 哎变成一个就是半半开 对吧 半开完了你注意那屏幕的比例啊 那几乎就是4比3了 几乎就是一个矩形屏幕 正方形 这个你就琢磨吧 就什么软件是按照这个比例适配的 哎 那么所有他做演示的时候呢 就是你知道对于软件和屏幕硬件本身的适配 他不是说你买一手机就为了用手机自带的那几个功能就完事了 对吧 那么能够做成这种动态响应适配的软件 除了呢 就是像那种内容浏览器 这类型的东西 当然比如说 browser本身啊 浏览器本身 呃 比如说你的一些个简单的日程的安排 呃 也就是 也就仅限于此 这些内建的软件 你就想吧 如果今天我是一软件厂商 甭管我是淘宝啊 还是什么就是 或者一个新初创的一个软件 我还得考虑使你这种这种正方形屏幕的情况下 我这软件布局怎么去适配 那么这个他不是说我适配了一下就完事了 我是打你发布这起 我要不要去兼容支持你的这种的分辨率 对吧 如果我要要的话呢 我打这起 我的每次版本 我都要考虑在QRA测试的时候 都要过这个分辨率的这么一个 一个质量审核 那那一般的软件 有一般的软件厂商 他有没有这样的 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去支持这个屏幕 如果你的用户量不大 那我肯定不做 还不够成本的呢 那么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这些个花了大钱买这款 设备产品的人 使用体验就贼差 因为那个软件吧 你一看就是 为手机开发的 然后把屏幕 愣给拉扯这么大了 所以呢 所有的UI元素 要么就裂的特别大 反正你会看到很奇怪的布局 而这些呢 在产品demo的时候 那肯定他的桌面 那是另外一套环境 对吧 那个是可以适应的 浏览器你要上网 浏览器上网 网页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呢 一般制作精良点的网页 它会有一个 手机屏的一个适配 那又是一个硬商 所以你看我们 反正对于我来说啊 你要说生产力工具 因为它作为大屏幕嘛 作为生产力来说 我还是乖乖的使电脑去 因为那东西 它就 不是光屏幕大了就完 对吧 你后背的整个处理器 续航运算能力 全得跟得上 所以 作为生产力 我就觉得不太合适 那么作为正常使用的一个 就是电话来说吧 我觉得就 简单 确实也挺好 也有可能就是 怎么说呢 我这思维受到腐化啊 喜欢这个叫什么 大刀质简的这种 这种设计理念 对吧 你从工业上呢 确实设计的越简单 零件相对来说 就是机械件相对来说 越少 它能坏的东西 它就越少 这个反正我是这么去理解的 如果是为了炫技 而去做一个 甚至我看那个 国内的这个 就比如摄像头这块 还能给做成无限的 夹一按能弹出来 就这种 感觉就是啊 就好像在向你炫耀 你看我能把它做成这样 可是我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这样 不是考虑这样好用 而是只是我能 然后再跟你说一离谱的 你比如说啊 我这这么这么牛 我这个手机咔咔 能折叠成一大平板 别忘了 它是手机 你这是看这视频呢 我就给你来电话了 怎么办 这么大一个平板 你忽脸上 对吧 它不像你打电话 你有个急事 你打电话 你可以把屏幕折起来 弄得跟你 差不多跟你手机似的 你拨出去 麻不麻烦咱另说啊 你就说这接电话 那它可不是你计划来的时间 所以整个使用体验上呢 我可以预想这东西 就是 就是 就是辨识度高 人家会看 你看这人有钱 也就这感觉 所以在我看来呢 像华为这样的 算是高端的国产品牌 和我们理解的这些个主流的一线品牌的这些东西 或者国外的品牌东西 主要差别在哪呢 就是我觉得核心的设计理念 整个你做产品啊 还是要体会以用户的真正的需求 为这个核心定位 千万别以说你能做什么 因为这个确实 我接触的国内的厂商啊 生产制造的这些人 多了以后呢 我能够感受到 这是他们思维的一个习惯 一个惯性 我就是也不敢多批评他 但是你琢磨 就是你确实能做出来 你做的也挺牛 你琢磨 人家连那个两纳米的这个 制程的CPU的核心 人家都能做出来 你觉得人家不能做吗 或者说人家能不能做 人家也能做 如果单纯 单纯啊 从这个机械结构啊 等等这种来说 你可以在比如说 iWatch啊 那个iPod 那个AirPod上边的 这些个小的设备上 找到同样级别的 更精致的这个工业设计 但你会感觉的 那些工业设计呢 完全是为了 它整个的产品定位核心 而服务的 绝对不是说为了凸显 它有这个工业制程的能力 而去把东西给做成这样 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 在这个客观说啊 是一个发展阶段 距离这种全球一线的这种品牌的产品定位上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那么至于这个华为的这个定价三万块钱贵不贵呢 客观的说真是 爱国呢 是有代价有成本的 也许呢 它的定位正好也是经过调研 就是为了满足这些个爱国的朋友啊 一个标签的习惯 那我觉得这个标签呢 你们愿意买单 也无可厚非 也千万别觉得你买贵了 就那么复杂的这种机械结构呢 不贵 真的不贵 它不见得赚多少钱 咱们说华为的这个定价啊 除了它的这个硬件确实成本高以外 另外呢 在软件方面 你虽然说这个鸿蒙系统和这个安卓的这个 这个血缘关系啊 这咱放一边 不谈它 不多谈它 但是你想 你这个手机还是预装了很多这个国产专供的软件呢 对吧 比如说什么反诈APP啊 比如说什么 那个网证啊 什么的 你你先别喷它 就那个玩意儿 再怎么说啊 开发它得花钱 那总得有人买单呀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都揉到这整个的生态系统里去 你也买单了各个软件成本 只是大家买东西不一样 苹果的东西也有预装 它这预装了好多什么AI啊 什么的 那玩意儿 那些软件 我们知道我们买的都是也是我们买单的 对吧 所以呢 大家都在为各自所认清的东西 喜欢的东西买单 我觉得只要是这个心态 你就不能去 不能算它蒙你了 那么我们再看说这个华为 人家既然自称是鸿蒙系统啊 跟这安卓也是有区别的 对吧 所以你们在用华为系统上也不要强调说 你看你这个没有Google Play Store 你跟它的那个应用怎么来去比 定位不一样 安卓呢 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对吧 谁都能去开发 而华为呢 你不能说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了 对吧 那么它呢 会更对什么友好呢 对于这个内容审查 对政府是足够友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华为的生态里边会帮你们集成很多这种安全啊 个人安全 手机安全 什么国家安全的这种这种系统在里边 对吧 像反诈APP什么的 这样形成了自己的这个华为的生态圈 每一种产品确实有它自己不同的定位 所以如果你立体的理解了这个产品 我觉得你再去选择它 没有什么褒贬的 我是非常支持啊 这些个爱国的朋友都借着贷款去买华为 一定是买全款的 好嘞 关于手机这事呢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注意啊 要喷我的 我只接受你们拿着华为妹的XT来留言喷我 你别的 你自个儿拿着一小iPhone是吧 拿一铺安卓 那你就真 不能体现这个高尚的爱国情操了 好嘞 今天先聊这么多 咱们下回再见 拜拜